制定函数基本上第一个 前面一样讲过Function 一定要是Function 第一个的话一定是Function 名称的话我叫刮湖自创函数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接下来的话跟他要什么 参赛者资料 我干脆取一个短一点名称叫资料 你给我一个资料 然后我要 所以可以跳出来 所以刮湖里面就跟所有的要资料 给我一个资料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资料 比如说我选刘云这个好了 有没有 过来 然后他要怎么跑 其实基本上按个Tab 键 你其实可以直接拿 这边的程式拿来改 会比较快 那不包含Ford回圈就可以了 Fordness里面的这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OK 复制过来的话 他变成说 他的缩排 太右边了 那怎么办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可以让他倒车 倒车 按Tab是向右 如果你要让他回来 就Shift键按住 再按Tab Shift键按住再按Tab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去哪边找 资料 对 所以把这个 Sales 所以好像是你可以用取代的 把Sales的A 有没有 I列的A栏 把它用资料取代掉 123 OK 那Sales I列的B栏 用什么取代掉呢 记得 这个 刮胡字串函数 它自己本身 OK 因为最后的话 一定要把我们得到的最后结果 放到哪里去呢 放到这个Function自己本身 所以Sales I列 B栏 把它改成这个 上面的这个Function名称 好 理论上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就写完了 OK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其实这样改 拿这个中间的东西放过来 把这个A栏的部分改成资料 把B栏的部分改成这个Function自己本身 好 因为不用跑回圈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先把它清除 清除掉 然后我们来执行 插入这个制定函数 有没有 实用者有了 OK 它会跳出资料 资料给它一下 这个给它 不过你会发现 怎么是0呢 按确定 下下填满 理论上 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刮乎 它会是0 它为什么会 没有刮乎会是0 其实各位可以分析一下 因为 如果不等于0 如果不等于 意思说有找到刮乎的话 才去做这件事情 才会有新的资料丢给它 那为什么是0 跟各位讲 它这个里面 这个函数本身 如果你都没有把新的资料 丢给它的话 它的预设值是多少 预设值就等于0 也就是说 它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做的话 那它就会只是把原来 它的这个方权本身的初始值 0 输出而已 那怎么办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干脆在第一行怎么样 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这个里面的0 变成没有资料就好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就好了 有没有 它本来是0 那我在第一行 我就先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空的给它 那可是后来 如果有丢什么第三届冠军怎么办 没关系 把这个空的盖过去而已 不影响 所以第一个方法 多一个这一行就可以了 这样of 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想要知道of ok 就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它会重新整理 打勾 你会发现 全部就ok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它预设里面是0 如果什么事都没做 它就直接输出0 那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话 我就是直接在第一行的地方 直接就是跟他讲 你出此值不要是0 你出此值我帮你改成没有资料 这样就搞定了 那不过我在云端上面有换了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 就是干脆怎么样 在if的中间 多写一个反支 else就反支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 如果a不等于0 表示有 有钱瓜阿虎的意思 那就执行这个 那如果等于0的话呢 就会执行这边了 那我们还可以吧 把这一行 搬到这里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 就是不要放第一行 放到这一行 如果说 它等于0 就是它没有瓜糊的情况下 那你就帮我丢一个空的给它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也可以啦 哪一 蛤 那比较糊的才是 对没错 但是 刚刚的那个写法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刚刚就少一个else啊 直接放开头就好了 所以其实啊 写程式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啊 有的时候啊 看说你怎么写比较顺啊 就有的时候 像每个人的写 写的风格不同嘛 像我的风格 第一个 程式越短越好 没事的话不要写太多 可以不要写的 全部都把它delete掉 所以你会发现啊 坊间的书籍啊 里面的VBA程式啊 绝对都比我多很多啦 为什么 因为他 啊 就是要符合某些规范吧 他写的坊间都要写就全部写 像怎么宣告变数啊 我理论上哦 他一定 一般一定要是先宣告别的 订的嘛 订A 有没有 然后再订B 有没有这个一定要订啊 可是像这个是宣告对啊 啊其实说这个VBA里面啊 不用宣告 跟宣告结果是一样的 那你干嘛要宣告 就像你先去餐厅吃吃东西一样 那明明就不用订餐 你进去就有位子做了 你干嘛 还要order 你一定要打个电话 哎我要订 他说你不用订你来就有啊 没有我一定要订 好吧那你订好嘛 对好你来 我还是给你位子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后来哦 这个都不用订了 反正这样都OK啦 所以程式怎么写 有的时候每个人的习惯 还有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写出来的也会绝对都不一样 那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写 其实最好哦 以后你可以用自己的写法写 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东西 偷也偷不走 为什么 因为你会觉得很熟悉啊 以后如果你写到某个阶段 你觉得哇这就是我的 那表示你已经进入状况 如果你怎么写 都是写的是吴老师的 那你就是充其量就是都是在模仿 OK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状况吧 不过可能没有那么快 可能还是要一点点时间 没有人说一下子就马上哇 什么都很会写 所以你是天才吧 OK哦 如果你不是属于那种天才型的 那你可能要比别人多花时间 OK好像我不是天才型的 我背后花多少时间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我以前是写成是写到睡在键盘上面的 半夜写得很累还继续写 但是因为很喜欢乐死不疲 所以就会不断的去花时间 但不是那种本来就会的没有啦 只是说愿意花时间比别人更多 OK 所以请各位待会试试看 我刚刚只是把中间这一段抠过来 这边改一下 有没有 那这边多一个Ls 那你不用这样写 你可以把它拉到第一行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一题做个结束 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把151这一题大概做个告个段落 一样就是说会有三个按钮再加上一个方选 OK 那所以请各位回去 务必最好还是怎么样 自己可以把我云端上的程式拿下来 可以run 最后的话还是要把它delete掉 可以的话尽量还是要重写一遍 很重要哦 因为如果你不实做哦 所以真的你要把VBA学好哦 真的不太容易啦 OK 那今天大概就是先把文字与资料函数的部分 大概先告个段落 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单元了 就逻辑 今天其实有讲到逻辑 if else 有没有 ifelse 这个其实呢 就是很重要的哦 那VBA里面很重要一环就是回圈搭配 那个Vlogic判断 OK 那今天就是大概讲这两题 呼 好